一年一度的运动会又来了 这次运动会主要的比赛项目 有三人一组的接力赛跑 和六人一组的接力赛跑 狐狸猫的班上 每个人都报名了一项接力赛 老师说 狐狸猫啊 体育故障已经把报名的组数 写在纸条上了 今天是报名的截止日 你要记得去报名哦 狐狸猫打开纸条之后 发现上面只有一个数字 写着七 体育股长该不会把两个比赛的组数 加起来了吧 哦 为什么我的同学都这么天才呢 我只知道班上有29个同学 但是大家都放学了 我怎么问啊 哦 怎么办 啊 狐狸猫你别紧张 让我来帮你吧 是时候出动一员一次方程式咯 首先第一步是假设未知数 我们假设有X组报名三人接力赛 一只共有7组报名接力赛 那由X组报名三人接力赛的话 剩下的7-X组 就是报名六人接力赛咯 第二步 列方程式 我们知道啊 两种接力赛的总人数相加 会等于全班的人数 也就是说三人接力赛的人数 加上六人接力赛的人数 会等于全班的人数咯 经过刚才的提示 试着列出正确的方程式吧 答案选C 三人接力赛和六人接力赛的人数 要怎么算呢 三人接力赛顾名思义 就是一组会有三个人嘛 那报名三人接力赛的总共有X组 总人数当然就是3乘以X啰 同样的道理 六人接力赛的人数 也可以写出一样的算式 最后得到方程式 3X加上6乘以括号7-X 等于29 列完方程式之后 就可以进入第三部解方程式咯 我们先把括号里的东西展开吧 是不是会变成 3X加42-6X等于29呢 请你帮帮狐狸猫检查这个式字 是否正确吧 答案选A 没错想要将括号里的东西展开 需要用到分配率 举例来说 A乘以括号B-C 把A给乘进去 会得到A乘以B-A乘以C 运用同样的道理 将式子展开 6乘以7减掉6乘以X 会得到42-6X啰 哇狐狸猫你答对啰 展开之后 利用一项法则把方程式整理一下 有位置数的放一边 没有位置数的放等号另一边 可以得到3X-6X 等于29-42 同类相合并之后 得到-3X等于-13 我会我会 最后要用等量公理 把两边同时除以-3 得到X等于3分之13 也就是说有3分之13组的同学 参加3人接力赛对不对 嗯没错 狐狸猫你做得很好哦 最后参加6人接力赛的 就是7-X 等于7 减掉3分之13 等于3分之8组 我们再走咯 终于得救了 我赶快去报名 我先走了 拜拜 狐狸猫你等等啊 我还没讲完耶 什么一员一尸封城市啦 算出来的答案竟然是错的 害我被老师骂了 谁叫你跑这么快 我话都还没说完耶 还有最后一个步骤要做 算出答案之后 我们要回到题目里面去检查看看 答案合理不合理 确认合理之后才是正确的解答 不然这题答案就是无解哦 哦原来是这样 所以这题的答案是无解吗 不 我要怎么面对班上的同学啊 答案是C 刚刚算出来的答案是分数 代表报名的组别是一个分数 可是报名的组别 应该要是整数才合理啊 如果你觉得不可能是无解 就回去检查一下题目吧 看看自己有没有算错的地方哦 我发现问题了啦 我忘记把自己算进去了 班上总共应该有30位同学才对哦 狐狸猫天哪你真是粗心耶 我们赶快来重算一次吧 第一步的假设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我们直接进入第二步 列方程式 将错误的人数修正一下 就可以再进入下一步咯 同样的把括号里的东西展开 得到3x加42-6x等于30 利用一项法则 把有未知数的放一边 没有未知数的放到等号另一边 得到3x-6x等于30-42 接着做同类项合并 最后再利用等量公里 两边同时除以-3 得到x等于4 也就是说有四组同学 参加三人接力赛 最后带回式子7-x 求出参加六人接力赛的有三组 检查一下合不合理吧 因为答案是整数 我们确认了答案应该是合理的 那就赶快去报名吧 狐狸猫 果然只要掌握这四大关键步骤 没有什么是难得到你的哦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